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物圈中有许多不同的水域生态系 2.海洋生态系范围广大 可分为潮渐带、浅海区及远洋区 3.潮渐带、浅海区及远洋区的定义及特殊性 还有第四点 在不同的海洋生态系中 有不同的生物扮演着生产者、消费者与分解者 同学们有没有到过海边或者是看过这样子的风景呢? 蔚蓝的海洋、海跟天空连成了一线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地球的样子 这是地球的水路分布概况 你知道吗? 地球上陆域越占地球表面积的29% 水域则越占了71%左右 水域的环境又依照水中所含的岩量多寡 分为海洋、河口、淡水生态系 其中水中的盐分含量是海洋大于河口、淡水 海洋的总面积大约有3亿6千万平方公里 占地表面积的70点% 相当于陆地面积的2.34倍 海洋如此的辽阔 我们来看一下海洋生态系的分区示意图 海洋依照海水的深度又可细分为朝间带 近海区或者称为浅海区 以及远洋区 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介绍这三个海洋分区 海洋生态系中呢 生产者主要是浮游藻类 或者是一些固着性的大型藻类 例如紫菜、石花菜、昆布等 这是荷藻 石醇 这是石醇与石花菜 海洋中的消费者主要有刺丝包动物 软体动物 节肢动物 脊皮动物 还有脊椎动物中的鱼类和鲸豚类等 这是水母 螃蟹 鱼 章鱼 海鲫 还有鲸豚类 这都是常见的海洋中的消费者 首先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朝间带 指的是这一区 朝间带位于海水和陆地交界处 是海水涨潮到最高位和退潮到最低位之间 会暴露在空气中的海岸区域 朝间带阳光充足 而且有陆地冲刷下来丰富的营养物质 所以生物的种类繁多 在朝间带此区的生物呢 需要能够适应潮汐变化以及海浪冲击 朝间带可以分为软底质的朝间带 比如说沙滩啊 泥滩啊 或是淡水河口的红树林 还有硬底质的朝间带 比如说沿江 历史等的海岸 这是朝间带的风景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 朝间带的岩石上呢 分布着许多藻类 还可以看到罗 贝类 藤壶 接着我们来认识浅海区 浅海区又可以称为近海区 主要是朝间带以下 至海底深度200公尺以内的区域 浅海区靠近陆地 这一区的底部又称为大陆棚 这一区生物种类数量繁多 渔业资源相当的丰富 台湾四面环海 所以呢 其实台湾的浅海区 渔业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哦 这是浅海区 常可以看到的珊瑚礁 还有鱼群 有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潜水到浅海区 去欣赏珊瑚礁的美丽景色 甚至可以看到海龟 游游在其中 浅海区的生产者 主要是浮游植物 浮游藻类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藻类 在浅海区的消费者呢 经常可以看到珊瑚 鱼 虾 蟹 海胆 贝类等消费者的出现 比如说这是珊瑚礁 这是海阔鱼 也可以看到河豚 这也是河豚 浅海区的消费者 还可以看到 软丝 这是软体动物 还有章鱼 也是软体动物 另外呢 还可以看到 小丑鱼游游在海葵之间 这也是 好朋友关系的小丑鱼和海葵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浅海区 发现到海胆这种极皮动物 在浅海区也可以看到狮子鱼 最后我们来看远洋区 远洋区占的水体很大 是指浅海区以外 海底深度超过200公尺的所有海域 远洋区的上层是透光区 再来水深约200至1000公尺左右的范围 是属于中水层的水区域 光线比较微弱 到了下层 则是不透光的黑暗区 在这黑暗区呢 缺乏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产者 刚刚我们提到远洋区的上层是透光区 生产者主要有浮游植物 浮游藻类 比如说海洋海藻 或者是一些浮游藻类 消费者呢可以见到金屯水母海龟屋贼 各类的鱼虾等等 这是水母 这是鱿鱼 这是鱿鱼 还有金沙 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海豚 浮出海面 或者是鱿鱼 在海里游泳 还有各种的水母 以及海龟 远洋区的下层 因为光线无法照射到 所以缺乏能够进行光合作用的生产者 消费者只能以上层水域沉降下来的生物遗骸 或者是有机碎屑为食 在这里的生物呢 大部分的视觉退化 比如说深海发光水母 水母它是刺激包动物 触手上有刺激包可以捕食猎物 它们主要以小型的动物和浮游的生物为食 另外也可以见到某些种类的鳞虾 或者是安康鱼 安康鱼的头部有发光的钓杆 里面有发光菌可以发亮 来诱补小型的鱼类或者是甲壳动物为食 好的 海洋生态系我们大致上介绍到这边 接下来请同学动动脑想一想 第一题 复图是海洋生态系的分区示意图 请问 A区称为什么 B区是什么 还有第三个 潮尖带是比较靠近A区还是B区呢 以及第四个问题 固着性的大型藻类 比较可能分布在A区还是B区呢 A区称为远洋区 B区称为前海区 潮尖带是比较靠近B区的位置 固着性的大型藻类 也是会分布在B区 也是会分布在B区也就是潮尖带这边 动动脑第二题 我们称海水的深度多少公尺以上会属于远洋区呢 同学们答对了吗 通常我们以海水的深度200公尺以上 维化为远洋区 动动脑第三题 下列关于浮游藻类的叙述何者正确 A是在有充足阳光照射的水域中生长旺盛 还是B浮游藻类在生态系中扮演分解者 或者是C浮游藻类是深海无阳光水域中的主要生产者 或者是D浮游藻类只存在于淡水中 你认为何者正确呢 答案是A 浮游藻类其实是生态系中的生产者 但是在深海没有阳光的水域中 它们是无法存在的 另外在淡水跟海水中都可以见到浮游藻类 动动脑第四题 在海洋生态系中下列哪一区域的物种最为丰富 是浅海区 还是B远洋区的透光水域 或是C远洋区的无阳光水域 或者是猪 是在深海的海床物种最丰富呢 答案是A 浅海区 因为这边阳光充足 而且呢 生物的种类数量相当的繁多 鱼艳资源丰富 动动脑第五题 安康鱼 这种鱼类可以适应黑暗 寒冷且高压的环境 它有一个发光器 用来引诱食物及找寻配偶 请问同学认为 它可能生活在下列哪一生态系中呢 A. 浅海区 B. 朝间带 C. 远洋区的透光层 或是猪远洋区的下层黑暗区呢 好 刚刚影片中我们有提到 安康鱼呢 它是会分布在远洋区的下层黑暗区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是 生态与环境中的认识生态系 其中的海洋生态系 我们介绍了海洋生态系呢 有朝间带 潜海区 以及远洋区 这三种不一样的生态系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